日本的自卫队呢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调查 这个调查旨在去调查这些自卫队队员 他们的配偶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结果是发现呢 二十二万五千人自卫队的队员当中 其中娶了这个外国女子的有八百人 而在这个八百人当中呢 有六百人娶的都是中国女子 那么虽然说这个数字啊 最终只是占到日本国际婚姻比例 比例当中的0.4% 但是已经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 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 有一名妻子是中国人的自卫队的 这个护卫舰的军官 因为把机密的资料拿回家里 因此被受到这个非常严厉的查处 而且最后呢也没有证明 没有证据来证明他的妻子是一名间谍